這個美國媒體也說 以色列使用美國武器資訊被泄露 然後布林肯震怒 沒有想到他的國務院內 也有很多人大嘴巴 但是美國人自己泄露 美國人的秘密沒關係 納坦雅胡也泄露了美國的秘密 納坦雅胡多次阻止 他自己的情報高官 跟美國人見面 也不准大家見布林肯 很有趣 納坦雅胡不准他的官 跟美國官員見面 然後呢 越講越氣 他還講出一個美國的大秘密 他說什麼加沙甸地區 死於飢餓的人很多 你看看美國 美國二零二二年 兩萬人死於飢餓 真的 這個訊息我不知道 美國二零二二年 有兩萬人死於飢餓 不過美國常常有人餓死 對嘛 不過他那是三億六千萬人 就兩萬人 你那個 這句話誰講都好 我原講我都好 我就覺得納坦雅胡講 就很有意思 這邊有一連串的秘密有沒有 自己人洩自己的秘密 以色列洩漏這個美國的秘密 等等 美國人洩漏以色列的秘密 大家的秘密真的好多 好 在這個過程中 沙特的動態也很重視 那美國跑了好幾趟沙烏地阿拉伯嘛 那就希望說呢 他能夠跟這個以色列恢復這個正常關係 那有個主旨 當然就是把中國力量排除在沙特 跟中東地區以外 美國叫做Mega Deal 簽了一個 想要簽這個協議兩部分 一個當然就是商業的部分啦 對不對 我美國向你沙特提供民房 還有民用核能 但是呢 希望你沙特怎麼樣 就是在一些商業的部分 把中國排除掉 那這個部分沙特算盤好像有力 所以據說這部分沙特是同意的 第二個條件就比較困難了 就是沙特跟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此刻有可能嗎 沙特沒有說不可能 但他提出一個前提 就是呢 巴勒斯坦要建國 這等於是間接的婉拒了你 然後你就看到 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越來越多了 挪威 愛爾蘭 西班牙 都要承認 沙特之外還有埃及 埃及呢也很絕 他的情報機構也夠大膽 以色列沒有同意 他就把這個以哈停火協議 偷偷給他改掉 完全是八點檔連續劇演的那種 有沒有 立可白擦掉偷偷去改 然後據說呢 這麼大的一個協議 美國CIA的局長伯恩斯 完全被瞞在鼓裡 他沒有去細看啊 他不知道他改了 所以最後談判破局去比對 才發現 這是美國的情報系統喔 不是 我覺得埃及也太兒戲了吧 你這種東西偷改是有用嗎 對 那人 他這個 有用啊 就破局啦 不是挺我協議是要旅行的 這種東西偷改怎麼可能會有用呢 以前就曾經發生過啊 就是 為了韓國 中國跟日本打起來嘛 後來打到後來雙方都打不下去啦 然後雙方各自的代表偷偷騙自己的國王 然後自己跟對方達成協議 然後回去騙 糊弄自己 他們一個去騙封城秀吉 另外一個就騙來騙萬利 所以我還是要跟李將軍講 我原來講的對呀 造謠是最簡單的方法嘛 哈哈哈哈 但是那個是古代 而且後來還是被發現了 那些人都很慘 那你現在這種時候 這兩天就會曝光的事情 我不知道改這個到底有什麼意義啊 對 但是 我覺得比較好笑是伯恩斯不知道啊 現在震怒 CIA我管 我竟然不知道 我跟你講 美國過去這些權威是建立在全世界 不敢不聽他的話 可是現在有一個以色列就是 我就是不聽你的話 而且你還要聽我的話 我最近看到很多視頻 都在關注一個焦點 我覺得很有意思 叫做怎麼搞的 全世界突然不怕美國了 那是因為美國自己倒行逆施啊 美國自己做了很多錯誤的決策 我老實講 納坦雅胡現在也是夠嗆的 他哪一個例子報局 居然去局美國 美國現在是最支持的人 結果你在那邊消遣美國 這像話嗎 而且他其實曝露了一個大秘密喔 他說 美國每年有兩萬人餓死 這個其實不算什麼秘密 因為美國三億六千萬人 可是他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對 那個加薩走廊那邊餓死人 可能沒那麼多 但他都被你炸死啦 他不是餓死 他是被你炸死啦 他被你害死啦 這樣有比較好嗎 所以我也不知道納坦雅胡在胡扯什麼 但我覺得最扯的 還不是埃及偷改協議 我覺得最扯的是 拜登居然選擇在這個時候 想要去對ICC制裁 對 其實正常的美國總統應該怎麼樣 你ICC你要對以色列跟 哈馬斯你們都要通緝他對不對 你就通緝吧 我反對就好了 頂多就反對就好了 那問題是你現在還要倒過來制裁 他這樣做等於是什麼意思你知道 等於是宣告全世界 第一個我就是 站在以色列這邊 我就跟全世界對抗 我連ICC我都反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你要知道現在全世界很多國家 是支持ICC這個決定的 ICC也通緝了普丁啊 是啊 不是嗎 所以那你這樣做 你現在美國是在跟全世界對抗 請問一下這個對拜登來講 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嗎 我是很懷疑 當然拜登可能認為這一個 做法可能可以討好境內的猶太人 跟他的金主 可是問題來了 你的學生真的都被你安撫下去了嗎 民主黨過去是靠學生在支撐的 你沒有這些學生的支撐 你確定你真的可以繼續選下去嗎 所以我覺得拜登的決策是蠻詭異的 那當然啦 ICC本來就是一個象徵性的 你以為他真的能逮捕誰 誰也逮捕不到 可是你連你美國 連面子都不讓人家做一下 然後現在一個一個國家都跳出來 我支持巴勒斯坦建國 法國 連法國都出來 連西班牙這種 我講實在話 西班牙不算強國 他都敢這樣做表示什麼 這已經引起公憤了 然後現在沙烏地拉布也很簡單啊 因為老實講你現在加上去跟以色列建交根本是強人所難嘛 所以他也提出一個條件嘛 那好啊 你好我建交可以啊 你們承認巴勒斯坦獨立建國 那OK啊 所以他提出一個你根本不可能答應的答案 那這個條件你不能接受那去吹啦 所以我覺得現在美國讓自己身陷在越來越難抽身的麻煩當中 然後你看一個胡賽組織 以前像胡賽這種組織 在美國眼中根本不是個事兒 應該早就滅了吧 對啊 然後現在美國是滅他又不能 然後呢又沒有辦法甩開他的這個糾纏 就是一架一架的 欸 你被擊落五架就是 五架MQ9就一億五千萬 一架就是多少 三千萬美金 對啊 隨隨便便就這樣掉 然後美國護航啊 還要損失不知道多少油料 然後隨時還要擔心被攻擊 所以你看美國讓自己陷入了一大堆的麻煩當中 然後不可自拔 我覺得美國的決策真的越來越愚蠢 對 所以這兩場戰爭給全世界最大的貢獻 就是讓大家恍然大悟 原來美國沒有那麼強 是啊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瓣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吸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e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更多的額外優惠折扣 在哪兒 呢 Mr. Derger 第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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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總 kendi